你会说小聪明怎么了 能有什么危害 今天呢我就给大伙说说 小聪明的害处到底在哪 我们怎么样能避免犯这种小聪明的错误 大凡小聪明的人呢 无非两个目的 一个为明一个为利 为明呢就是呢 我要显示我聪明 我要显得我比你们能力强 我要在你们面前获取这种智商上的优越感 我比你强的多 那为利呢 就是用小聪明的方式投机取巧 获得个人的好处 还把这个呢当做智商高的一个体现 那我就结合这个为明为利 这两个现象 给大伙说说 小聪明的危害都哪些 严重到什么程度 它的第一个严重性在于呢 小聪明 往往看着是聪明 实际最后暴露了你的愚蠢 这个什么意思 我就说刚才我们说到 说人这个小聪明啊 未明的 往往是展露自己比别人聪明的地方 比方说我压你一头 比方说我挑你点毛病 而且往往这样的人呢 他的智商其实不敌 可是唯独在小聪明上犯着一个错误 显得这个人就糊涂无比 就是你乘一时之快了 最终给你带来的 是无穷无尽的伤害 以及别人对你的不待见 有一篇叫什么呢 叫王安石三男苏学士 他的仕途很不顺 他别的能力几乎在官场上得不到发挥 给我们留下的就是文学上的才能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苏东坡在这个晚年的时候 写过一首诗 叫心如以灰之墓 身似不细之舟 问武平生工业 黄州惠州单州 黄州在湖北 惠州在广东 单州在海南 在过去来讲呢 这都不是核心地区 就是他这一辈子呢 经常被流放 经常被贬到其他地方 偏远地区去 就是苏东坡仕途上极为不顺 那为什么会这样 和他的小聪明人有直接关系 这个世上大凡觉得自己很聪明的人 容易带有一些刻薄气 就什么 挑别人毛病 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你挑别人毛病 其实对别人来说无上大雅 但是人家心里会认为 你在打击人家自尊 人家很不痛快 回过头有好事的时候不找你 这都已经算不错的了 而有坏事往你身上推 你可就要倒霉了 所以聪明人万不可有刻薄气 你得呢 带着一个宽厚包容的心态 跟人家相处 你的聪明才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我会让你带着一个宽厚包容的心态 我会让你带着一个宽厚包容的心态 我会让你带着一个宽厚包容的心态